很多年轻人在搞抖音 近日董小姐一句年轻人都在玩抖音 无形中给抖音刷了过广告 也点出了抖音及整个短视频行业 今年的火爆深度 2018年的短视频究竟有多火 据统计截至12月初 2018年短视频直播的相关领域 已经发生融资超过40起 平均每周就有一起 资本的热推下 今年中国短视频审规模 有望突破100亿大关 然而色情吸毒暴力 利用视频网站吸引眼球 低俗内容遭严禁 近年4月监管风暴 给短视频行业较一波冷水 先是美派挺根 快手火山 从各大应用商店下下 接着抖音微视西瓜视频 都开启了相关整改措施 内涵段子更是被永久关停 头条CEO张一铭彻夜未眠 监管风暴这波冷水 定未浇灭短视频之火 4月2日微视4点0上线 本讯携30亿补贴金 大局搅动短视频市场 头疼大战正式打枪 与此同时 VT另外两家短视频行业 不关过后 今年5月 白度旗下的哪尼短视频 也推出补贴计划 并配合全民小视频和好看视频 地球在市场中奋得一倍跟 而阿里则是另提吸尽 依托淘宝平台 逐大生活消费的短视频 今年9月 淘宝85后总裁蒋帆头录 淘宝短视频的日均观看 已经达到19亿 另外相比去年 单纯依靠广告变形之外 今年快手抖音 对那些短视频进入了电商接口 依托短视频流量 为电商引流的变现模式 也逐步清晰起来 淘宝获胜最大赢价 如今的短视频市场 已经是老铁吃达蛋的快手 能用7亿用户 估值逼近200亿美元 一边是买了佛伦的走音 日火破2亿 月火破4亿 更有PET强势叫去厮杀 未来谁将主宰天赋